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叫做孔荣让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现在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 这个呢就是孔荣,他的上面有五个哥哥,他还有一个弟弟 他呢有五个哥哥,五个哥哥,一个弟弟 一天呢,有一天妈妈买来,妈妈买来十个离子 妈妈买来了十个离子,但我这里不画这么多啊 妈妈买了十个离子,可是呢,这些离子他们大小不一样 有的呢,又很大一个,有的很大一个,有的又只有这么小一个 妈妈就让孔荣和他们家最小的年龄最小的弟弟去拿 为什么呢?因为孔荣和最小的弟弟是家里面最后两个最小的小孩子 对不对?所以让小孩子们先拿 可是呢,在孔荣的弟弟拿完了这个 孔荣的弟弟呢,拿了这个离子 可是呢,孔荣却拿了这个最小的 孔荣拿了这个最小的 然后呢,爸爸看到了,就问他 爸爸是故意问他 为什么爸爸要故意问他呢?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哥哥都不把大的大的离子让给他的弟弟们吃 自己都抢大的离子吃 只有孔荣呢,自己拿最小的离子 这个时候爸爸就故意问啊 爸爸故意问,说 嗯,说什么?爸爸就说 为什么你不拿这些大离子吃 却偏偏拿最小的一个呢?最小的一个 孔荣说 我年龄没有五个哥哥们大 我比他们都小 所以呢,要把大的留给他们吃 那么爸爸又问 那你又不是年龄最小的 按你这么说 照你这么讲的话 最小的不应该留给你的弟弟吃才对吗? 然后呢,孔荣又说 嗯,我是弟弟的哥哥 他比我小 我是哥哥 我作为哥哥 我应该 嗯,对弟弟好 我应该对弟弟好一点 所以呢,我拿最小的 这个故事呢,讲述的就是一个 懂事礼貌的孩子 爸爸妈妈也都夸孔荣礼貌 所以呢,孔荣的故事 才能到我们现在都存在 对不对? 好了,这就是一个孔荣让离的故事 很久不见? 感谢观看